大家好 我这一颗老庄的蟹爪篮 现在已经准备开始长 第二层新芽出来了 大家看 之前把这一片叶上面的这些 新叶片全部给它抹掉 现在 这里讲的是 第一波新芽 这里 是第二波新芽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把这第二波新芽 给它抹掉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不给它长高 让它从底部这里 长更多的侧芽出来 这样的话 它整个珠型才会更加的饱满 才会更加的圆燃 因为我这一颗是老庄的 所以要控制它整个珠型 不给它长得过高 只需要把它长得 茂盛一点就可以了 大家看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上面打顶之后 它在底部的这个位置 不断的长一些侧芽出来 那么让它一片变成好多片 这样的话 它整个珠型就会非常的饱满 又不高 分支特别多 到开花之后 就会非常的精美 给它打完顶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给它补充一些 素酵富而肥 因为这个时候 给它使用素酵富而肥的话 可以促进它快速生长 我用的就是荷兰进口的素酵富而肥 因为这种荷兰进口的素酵富而肥 它里面的营养元素会比较全面 不单纯的是一些 氮磷甲元素 因为一般的三盐富而肥 它里面单纯的是氮磷甲元素 其他微量元素是没有的 我们使用之后 就容易导致它 缺乏其他微量元素 让它生长不良 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说 我给它使用素酵富而肥 就用这种荷兰进口 所以大家想要自己的穴肘兰 长得这个珠型 更加的饱满 更加的茂盛 又不是长得非常大的这种效果 就可以给它做打顶 就像我这一颗一样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